郭文貴議員 財政委員會第二次的公聽會議就正式開始 那跟大家報告一下 今天的開會主要是針對 會計法第99條之一的修正草案的一個公聽會 那歡迎各位學者專家以及在場的委員 以及政府機關的代表的今天播控與會 那今日呢會討論這個修正的一個草案 最重要的意義呢其實在於過往 這個具有特別會性質的國務機要費 在歷次的修法當中 卻是遺漏 然後我們希望從制度的這一次適應 還有包括法律的公平性來特別召開此次的這一個公聽會 那首先呢跟大家說明一下 今日的這個討論提綱呢有幾項 一國務機要會之嚴格與所長特別會性質之比較 二國務機要會與所長特別會兩者之間 申理和銷程序與方式有何不同 三國務機要會及所長特別會 若曾敬民因公支出大於收入 是否構成貪污 四憲快制法修正納入國務機要費是否為個案修法 亦或尋求法治平等 這四項 那毅力 我們首先先介紹一下在場的這個與會的委員 學者專家以及政府機關代表 那我們現場委員 目前賴士堡委員在外面受訪 那我們先行介紹依報導順序 第一位是我們社團法人 台灣教授協會的副秘書長 彭瑞仁彭副秘書長 第二位 我們介紹南台科技大學財經所的所長 羅成忠 羅教授 第三位我們介紹 有敏捷 有律師 第四位我們介紹 黃帝穎 黃律師 第五位我們介紹 王國英 王會計長 第六位我們介紹 李聖生 李律師 以及洪偉聖 洪律師 目前我們到場的學者專家有這幾位 接著我們介紹我們今天與會的這一個官員 行政院主計處 會計決算處處長 許碧蘭 許處長 審計部第一廳廳長 林汝林 林廳長 總統府主計處處長 楊明祥 楊處長 法務部檢察師師長 林錦春 林司長 那林司長待會有要工再生 十點半會先行離席 由主任檢察官 林思凡代理 謝謝 在此我在各位發言之前跟大家說明一下 今天公聽會發言的順序時間 第一 每位發言七分鐘 結束前一分鐘按鈴提醒 原則上 專家學者一簽到順序發言 委員若有需要發言 請到主席台這邊登記 專家學者發言的時間 委員的部分為五分鐘 全部發言完畢之後 再請我們行政機關 就業管全責範圍整體來進行回應 那現階段 我們請第一位登記發言的 這個學者專家 由我們那個台灣教授協會的 彭瑞仁 楊副秘書長發表一件 請 那個副秘書 稍後一下 剛剛我在那個表達過程當中 我們菲鴻太委員已經到場喔 我們首先介紹一下菲鴻太委員 好 請 主席 在場各位委員 各位專家學者 還有政府機關的代表 那今天我們要討論的一個焦點 在於會計法的修正 那既然我代表的是社團法人 也就是一般所講的公民團體來到這邊 我想在現場呢 能從一個公民團體 甚至公民的角度 來看待立法院針對這一次的修法 那我們要了解到這一次的修法當中 九十九條之一 跟九十九條之一的現行條文 跟修正條文 它的差別是在於國務基要費 但作為一個公民我們要了解到說 立法委員要修正這個條文 裡面要不要加入國務基要費這個要件 的原因是什麼 對於我們公民會認為 我們今天要知道的 不是立法委員來告訴我說 國務基要費跟特別費 因為是不同的 所以呢 我們不能夠把它放進去 但是我們要知道的是 你們要告訴我為何它是不同 因為就我們而言 我們會認為國務基要費跟特別費 不管它是首長的特別費也好 或是來自民意代表的相關的特別費用也好 助理費用也好 我相信它的性質都是一樣 對一般社會大眾 我們要知道的是 如果你們告訴我不能放進去 那請問原因是什麼 它的差別是什麼 此外 就我們對現在的兩個條文的比較而言 國務基要費真的是不是 如其他專家學者見解上所講的 是充滿了機密性質 機要這兩個字代表的就是 總統的機密支出嗎 我想這跟我們實際上的見解 甚至很多其他不同的見解 有所出入 事實上 機要費的性質跟很多 首長的特別費性質是相當 那首長的特別費就沒有任何 可能涉及機密性的問題嗎 我相信也是有的 那不管是民意代表也好 或是行政首長也好 他們相關的特別費支出 必然也會涉及到機密的行程 或者是涉及到其他 不能隨意對外公開的行程 或是相關的支出 那請問一下 這兩者的差別在哪裡 作為民眾 如果我們不知道這兩者的差別在哪裡 那為什麼 要把這兩者做一個明顯的區分 此外還有見解認為說 針對國務基要費 如果家裡修正是個案的修法 是適用在個案 但是問如果以社會大眾而言 既然這是歷史曾經發生過的事情 這是一個歷史的工業 那現在我們的執政當局 執政黨 甚至我們各位立法委員 不是更應該要積極面對 去處理這個歷史的工業的問題嗎 我相信這不是所謂 各樣立法與否的問題 即使是通案 我們也必須了解到 國務基要費 這個就幾十年前 就已經存在的問題到現在 包括首長特別費都已經處罪化了 那首長特別費 包括明代相關的支出 甚至專家學者 如果您是教授 您的相關的報銷的 一些核銷的問題 在之前的修正 就已經處罪化的話 那為什麼國務基要費 這個一直存在已久 甚至相關判決都認為 它是無罪的 這樣子的一個歷史工業 我們卻在這邊 不斷的紛紛擾有爭議說 它是針對個案 如果它去修法 那可能這個個案是解套 因此我們要予以拒絕 這一點是我們社會大眾 甚至民間很多人是不理解的 因為既然它是一個相等的東西 就法理來講 我們著重的 法治國家當然要重的是 法治國原則 法治國原則重的就是 公平合理 特別是法律規定 你既然要民視 既然要列舉 當然你適用的 一律都要平等 而不是因為你的身分上有差別 所以我們在相同性質案件上 我們就必須要可以特別的對待 試問各位 當然我們要對總統或者是 總統等級的官員 要給予更高道德標準的檢視 但問題是 如果這是一個歷史工業的產生 這一個國務基要費的性質 其實就跟現在的很多總統以外的其他行政官員的特別費都相等的時候 還有包括民意代表 地方或中央民意代表的相關的費用支出 如果都是類似的時候 民眾要問的是 請你告訴我 這兩者差別在什麼地方 如果沒有差別 為什麼你們要認為這是指色針對是個案 然後拒絕為這樣子的個案背書 然後甚至認為說這個個案 如果今天委員出來連署要去修法 你們就是認為這是邪惡的 這是民間團體 甚至很多個人所不理解的 此外我們認為 如果要針對國務基要費或是特別費 如果你認為要去解釋還有差別的話 請從法理上 你必須從系統性的解釋 甚至你必須從這兩者費用實際上的差異去做詳細的比對 並且告訴大眾它的差別在哪裡 而不是單純只是說 因為它叫做基要費 所以這是總統基於國防外交其他機密支出 那總長的特別費 那可能是一般平常日常行程的支出 我相信各位不管是行政官員或者是民意代表 你們一定都會遇到日常生活的相關的基要人員的開銷 還有包括助理的費用 甚至包括 因為各種不同的加班工作 如果你為了要體恤自己的部署 而請客的費用 甚至花圈花蘭這些支出 請問這些支出 總統行政官員或是立法委員有什麼差別 那如果沒有差別 總統又沒有特別費 總統就有國務基要費 請問一下這個國務基要費 是涉及了什麼國家機密 如果不涉及國家機密 那為什麼在修法的時候 我們不能把它列為如同特別費去同等對待 那如果不能把它列為特別費的同等對待 那特別費 不管是民代或是行政官員有相關費用支出 那我們是不是要認為這涉及機密 那這樣子的話 那2013年的修法是合理的嗎 如果2013年那個時候的修法 甚至還曾經發生過法律文字的錯誤 那這個時候那個修法如果是錯誤 那為什麼我們還適用到至今呢 那既然那個時候的修法有其歷史上的必要 那國務基要費當時基於政治的爭議跟敏感性 所以沒有辦法處理 那今天我們認為 既然轉型正義已經是我們應該要追尋的一個方向 那歷史工業本來就是轉型正義更應該處理的範圍 那國務基要費是一個歷史工業 我們在轉型正義的前提之下 雖然它不見得是威權時代 我們必須要去特別追究的事情 但是它畢竟是從威權時期一直延續到現在的一個問題 這個問題我們不能認為它是針對個案 而是一個通案性質 甚至任何現在的修法 都跟通案或是個案的區別無關 因此必須嚴謹地加以對待 以上發言謝謝 謝謝我們彭副秘書長的一個發言 在下一位發言之前呢 我們補充介紹幾位剛到場的學者專家以及委員 首先呢我們補充介紹我們賴士堡賴委員 接著我們補充介紹我們國立政治大學經濟系教授林祖嘉林教授 接著我們補充介紹國立政治大學會計學系馬秀如馬教授 以及國立台北大學財政學系的黃世新黃明教授 包括我們泰鼎法律事務所我們的葉慶元月律師 好歡迎大家 接著我們請 羅成忠羅教授來發言 謝謝 謝謝 可以脫口罩嗎 謝謝 主席各位委員各位先進大家早安大家好 那因為今天的學者其實後面都很優秀 而且做了很多的資料 那我的部分其實我沒有PPT 但是我有一份資料 那其實我今天的一個功能 可以大概我自己定位是幫大會做功課 我做什麼功課 各位請務必看我的書面資料 我的書面資料在整個書面資料的背後的大概四五頁的東西 我的資料的構成基本上是中間有兩個部分 一部分呢是主計處 前主計處的資料 另外一塊的話呢是法務部的資料 而且呢這兩個資料的話呢 分別是在民國九十五年十月二十九號的行政院的第三零一次的行政院的會議提出的 那這一次的開會齁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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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齁 我大概把流程再梳理一下齁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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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齁 各位發現我提出的主計處的報告跟前面主計處所提出來呢 當年承報給法院的那個資料是很雷同的 可是基本上我们没有串供 因为我不晓得主机处会出这份资料 那为什么会有这个巧合 是因为这个题目其实在法学界里面 已经是十几年前的旧文了 十几年前我们为了研究这些东西 当然我们手上有很多资料 所以以下的话呢 我大概把十几年前的东西呢 再跟大会报告一次 第一个的话就是在我的 这一次的议题大概有四个议题的话 我把它简练成三个 那这个三个议题里面其实最重要的一个议题 也是等等那个董宝辰老师会有提到 就是说到底国务基要费跟特别费两者的 一同的问题嘛 这个是一个核心真点嘛 那这个核心真点的话呢 我再讲一次不是我的见解 我都是引用而已 在我们看一下呢 在主机处呢 95年10月29号的行政院会里面的时候呢 他提出了这个分析报告 他里面呢 这个主机处这个报告里面呢 他非常认真的把国务基要费跟特别费 都做了梳理 在国务基要费的部分的话呢 我帮大家画重点了 用黑笔表示出来的 我念一次 就实质内涵而言 具有特别费 机密费跟基要费的综合性质 所以长久以来呢 惯例上都将国务基 国务基要部分 国务基要部分 经费四桶特别费处理 再讲一次 这不是我的意见 这是主机处的意见 那主机处呢 成了这个意见的话呢 在法院在审理相关案子的时候 也给法院做参考了 这个是我找到的第一份资料 如果大会要去了解说两个东西的意统的话 那不要问我问主机处 第二个的话呢 刚好是这一次呢 因为法务部的长官有来 其实法务部的长官 当年也有提资料 给行政院会 那这一次没有附上来 没关系 我帮你们补齐 当年的法务部提了什么资料呢 这个也是在同一次的行政院会提出的 当年法务部资料里面没有国际要费 只有特别费 那他法务部当年怎么想的话呢 我还是用黑笔标出来 数十年来的话呢 惯例上呢 由政府编内预算 给予具有实资补贴性质的业务费用之一 重点不是前面的实资补贴 而是后面的业务费用 那当年如果我们回想一下 当年还有一说叫做实资补贴 薪资实资补贴说的 那个其实到后来证明说那是错的 因为他不了解我们的公块基制度 所以基本上的话呢 我就把这两个 一个是法务部 一个是主计处呢 大概在十几年前的旧资料的话呢 提出给大会参考 不管后面的讨论是怎么样子 那当然大家意见会有分歧 但是至少这个是一个基本的资料 而且这个资料再讲一次 不是我做的 是法务部跟主计处在做的 所以说有问题问他们 这个东西到底对不对 好 再来的话呢 我们就回到第二点跟第三点 就是说 提纲里面有设计说呢 到底因工支出呢 大于收入是否构成贪污 其实这个有点像是后来法院省理的 所谓大水库理论 但是其实大水库理论 不是那么精准 真的要精准谈的话 重点要扣在公费 公费要公用 公款要公用 如果公款私用的话 那你贪毒去处理没有关系 可是如果说你是公款公用的话 它又很弹性的话呢 你要把它用贪污支出条件去处理的话 那其实很不好 那这个案例的话呢 其实不只有国务基交费跟特别费 在现在的地方明代的助理费的一个 相关的诉讼过程中 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状况 两种模式 比如说好了 有地方明代把他的议员费拿去付房贷 这个东西显然公款使用 所以说你用贪污支出条件去处理没关系 可是呢有些人呢是因为说 他的服务处有PT的需求 什么叫PT Part Time 可是呢我们目前的地方助理的话呢 却然只准Foot Time 不准Part Time 那这样的话呢 有些议员呢 他就会先用人头支领 那比方是委到委员书 但是呢 雖然用人头支领 但是拿出来的钱呢 还是花在助理费上面 那那个时候 基本上检察官的话呢 就变成两种做法 一种是 他委文也办 然後呢 贪污也办 另外一种检察官就知道说呢 我这个案子只办委文 不办贪毒 所以回到这个里面的话 这个不只有快计法99条支益的问题 以后还会 其实到目前为止 还会牵扯到说 呃 地方明代治理条例 里面的那个不明确的 那个弹性的概念没出来 所以 大概我再回来说 重点不是 呃 因公 大于收入 还是支出大于收入 而是到大于说 他公款有没有公用 那 这个地方的话呢 在判断特别费 或者是国务基要费的 有没有公款公用上面的 一个标准呢 就是说 除非你能讲出他显然非公用 不然的话 我们还是以宽松对待 而这个概念的话呢 就是 刚好我提过 法务部跟主机处呢 在里面 特别提到的是说 因为这个东西是真的首长的 业务跟一般的行政业务不太一样 光是当首长基要的时候 你会发现说 一天 光是一个部长所收的红白帖 加上说呢 什么开幕置庆的那个花囊 花圈就一大堆 那这些钱的话呢 当然你有机动调配是需要嘛 所以大概的话呢 我的第二个部分的话呢 是否供我贪度的意见 就是这个 最后一个地方 会计法修法 要不要纳入的一个必要性的话呢 基本上我提出了一个 五个字叫做 祭司法之穷 这什么意思齁 其实以现在的 会计法九十条之一的话 你可不可以去处理 国务基要费的问题呢 如果你法官拿着主机处的这个东西说 主机处都说了 国务基要费有含特别费性质的话 其实你可以处理 那个是在我们法学方法论上面 叫做法律漏洞 跟法律漏洞的填补 可是呢 很遗憾的是呢 在我们的法庭实务上面的话呢 其实主流大众还是文艺解释啊 然后呢 这个叫做民事其一排除其他嘛 所以他不敢用上说 透过法学方法论方式去填补这个漏洞嘛 那既然呢 司法实务 法律实务没有办法填补漏洞的时候的话呢 那只能够透过修法嘛 那如果透过修法方式的话呢 至少95条之一的话呢 有特别费的话呢 我觉得延伸到国务基要费 那是理论隐贯 那跟相同事物的相同是处理 以上 谢谢 謝謝 我们罗承忠教授的一个发言 接着呢 我们请叶庆元毅律师 时间七分钟 主席各位在场的委员 然后各位官员 记得媒体朋友们大家早安大家好 我想我们今天还是针对一下 这个 呃 主办单位他的讨论题刚好 我大概先说一下 国务基要费 好 跟首长特别费 本来严格上 当然有重叠的地方 但是在过往的使用上 跟机关的 检核上 长期以来都是不一样的 好 那相关的费用 其实刚刚也有委员 也有前面的先进提到 大声几呼 说有机密费啊 基要费啊 特別费 可是在审计部以往的 审核的过程里面 他就一向都是有差距的 好 好 基要费的话呢 是全部需要单据 检据 核销的 国务基要费 事实上也不是只有总统才有 以前总统跟行政院院长 都有基要费 好 那么这个是都需要单据 检据 核销的 机密费用呢 是不需要单据 就可以核销的 特别费呢 则是之前呢 是可以 半数不用单据 但是后来 在陈水扁呢 国务基要费 这个等等的事件爆发之后呢 现在全部都要单据 好 所以回过头来呢 当一个公务人员 你必须要拿着单据 去领款的时候 你本来就富有 对于相关单据跟支出 真实的义务 好 不然本来就有 诈欺取材使公务员登载不实 甚至是贪污的问题 我想这个前面就要讲清楚 那今天我们 好 那今天 所以刚刚有很多先生提到说 他跟特别费没有什么不一样啊 都是 这个首长为了相关的公务支出啊 所以他既然这样花了 他就应该无罪啊 我想应该不是这样说 而是说 尤其 当初 总统府秘书长 86年3月致函审计部的时候 自己都讲得很清楚 国务基要费每一笔支出 都要减据单据核销 如果在这样的时候 总统府 总统 好 拿了不实的单据来减据单据核销 拿出人民的血汗钱 这个时候可以跟 其他的东西拿来相提并论吗 我想是明确不一样的 好 第二个在提纲里面有提到说 国务基要费跟首长特别费 如果经过证明是应公支出大于收入 是否构成贪污 我想这个的确在实务上会有一些争执啦 好 一定跑不掉的 就如同刚刚罗成忠罗教授所说 好 这个时候一定构成史公务员登载不实 你明明是做A 好 你可能把钱拿出去 领出来去做别的使用 你跟机关说我要做B 好 这一定构成史公务员登载不实 有没有诈欺取材 也有诈欺取材啊 你使机关陷于错误 而获得财物嘛 好 那最后就是你到底是拿来做 公家的用途 还是私人的用途 你能不能证明这钱拿出来 全部都是做公益使用 如果真的能够证明的话 也许有机会可以逃过贪污啦 好 好实际上我们可能看到类似 不完全 应该是完全不相同的案件 但是 或许有一点相似性的案件 好 是在地方明代 他把他的助理费拿来挪用到办公室支出的情况之下 好 那么现在我们看到很多的案例 是最后是用史公务员登载不实 好 来做处理 好 但是这个前提我还是要讲清楚 那是把钱诈领出来的这个人 他要去证明他每一笔都是做公务使用 只是使用的项目不符 好 那能不能证明这件事 那其实要看这一个被告 好 另外其实 呃 提刚提到说 现行会计法修正 啊 纳入国务基要费 是否为个案修法 亦或寻求法制平衡 我想答案很明显嘛 这个执政党的党编 柯建民昨天已经讲了 就是为了陈水扁嘛 那我们实际上看得到 国务基要费有谁有设法的问题呢 不是也只有陈水扁总统吗 那这样难道不是为了个案修法 是有什么法制平衡的考量呢 好 那刚刚还有先进很大声的说 这个都是以往都是这样一模一样的事情 所以当然要相同事件相同处理 我想我年纪也没有太大啦 我都还记得当初李登辉总统还在的时候 听到国务基要费被陈水扁总统这样用的时候 他是直接出来说 国务基要费不是这样用的啊 我没有这样的问题啊 历届总统从头到尾只有陈水扁一个人有这样问题的时候 为了他去修正 这个国务基要费的相关的规定 把会计法修正把它纳入 这很明显的就是个案修法 好 那我尤其要觉得纳闷的是 执政党一直讲着清廉爱台湾 那我不太理解啊 陈水扁跟吴淑珍 他现在涉及的案件三审判决有罪的 我还是再拿出来给大家提醒一下 我觉得现在已经很有趣 很多人都说陈水扁是无辜的啊 他是不应该有罪的啊 龙潭案 孤陈允行贿四亿元 匾征收费三亿元 三审判决定验 陈敏勋案 陈敏勋行贿无辜真一千万元 三审判决定验 南港展览馆案 郭全庆利拓公司行贿无辜真 九千一百八十一万 三审判决定验 好 龙潭案洗钱部分 洗到海外三审判决定验 原大病复华案 原大马家行贿两亿元 三审判决定验 教唆伪证案件 吴淑珍教唆子女女婿做伪证 把国务费的私用 说事公务支出 三审判决定验 以上这些案件合并执行 陈水扁应该要执行二十年 要并罚 罚金两亿五千万元 吴淑珍是有期徒刑二十年 并科罚金两亿元 现在这两位都在外面趴趴走 这真的是蛮亲怜爱台湾的 然后现在执政长要特别修法 好 把这两位呢 这个陈水扁还涉及到的 国务基要费案 好 陈水扁任内国务基要费私用发票 假发票 假犒赏清测 公费私用 总共是一亿七千 一亿七百四十二万 陈水扁总统一直都说 他没有办法出庭 身体不好 但是他可以出席募款餐会 他可以出席政治活动 好 所以审判没有办法进行 现在执政党要 怎么样 运用多数暴力 告诉你们 告诉我们全体国民说 这个一亿七千 一亿七百四十二万 就算了一笔勾销 阿扁是爱台湾的 所以这一切都没有事情 这不叫修辱台湾人民的智商 什么叫做修辱台湾人民的智商 好 我想本案很清楚 国务基要费 从头到尾 就是一个必须要检距单序 和销的事情 不适合修法 来帮个别的总统解套 谢谢 謝謝岳律师的发言 不過我刚刚Google了一下 昨天 柯建民好像也没有讲说 是为了阿扁来修法的 来接着我们请賴世保賴委员 賴世保賴委员 我想分几点说明 第一点 我听到刚才有媒体告诉我 所有民进党的立委说 我们怎么一直炒这个题目 我要跟主席报告阿 你不排我们就不会讲这个题目阿 今天是你排的阿 我们才在讨论这个题目阿 你在排之前 请问哪个国民党立委 还在谈这个事情 你不排我们就不会讨论这个题目了嘛 第一个 第二个 根据民主先进国家 美国德国相关的宪法都隐约提到 针对性的立法是最糟糕的立法 请问这个会计法 99之一 如果通过了 他针对谁呀 只有一个人叫陈水扁 民国95年以前 基要费 只有陈水扁阿 没有第二个人了 第三个 刚才有专家说 基要会跟 国务基要会跟特别会一样 有一样吗 过去是特别会规定的 一半减据报销 一半 不用减据报销 国务基要会 每一个项目清清楚楚 百分之百要报销 这就不一样了 这就不一样了 所以处理起来当然不一样 而且金额也不一样啊 国务基要会是部长首长 的特别会的 几十倍啊 一个月几百万 一年几千万 部长了不起一二十万吧 不知道还没有一二十万 我都不知道 差那么多啊 所以把说 国务会是特别的特别会 这是柯建民亲口说的 这叫胡说八道 什么叫特别的特别会 好 这问题怎么解决 那天邪上的时候 柯建民也说了 跟你神里无罪啊 那就给法院去審啊 给法院 審 为什么法院现在庭审 我没有使法院 为什么碰到阿比案子不敢审 政治凌驾一切 你是神了 有罪 蔡英文特赦 陈述北当中不能特赦啊 这也是老可讲的 他有十一条案子 十一条案子 这一条即便特赦也特赦不了 特赦马永成 特赦林德逊 特赦陈正会 其实这个 今天这个案子 真正有关系的是这三个啦 这三个都好人啦 我不是坏人 他是好人 他真的是被迫去做 不实的一个登记啦 真的 这三个是冤枉的 所以 我们拜托司法院 赶快审 无罪 那就无罪啊 有罪 那就总统特赦啊 特赦这三个 啊不就咬了 就叫开大门走大路 为什么把 hot potato 丢来给立法院 憲立法院也不予啊 真的 立法最糟糕的就是 个案式的立法 今天立法 只有一个人 只针对一个人 叫陈水扁 好吗 如果今天此案已过 那下次哪个高官啊 犯了弹怒罪啊 什么叫弹怒 公款实用啊 阿扁也没有公款实用 太多太多了 不胜美局 公款实用一堆又一堆啊 那他也可以说 拜托喔 明镜好像多数喔 再修一个什么 要出罪喔 今天这个法一过 郭国文主委 郭国文主席啊 我奉劝你一句啊 你会变成历史的罪人喔 真的 你要挑起来喔 你的名字挂在哪里喔 以后知道大家来读 立法院 贪怒处罪話 典勤的 就是阿扁的国务局要回 郭国文招委牌的 强渡官山硬果 你要背弃这个十字架喔 齁 我知道你 真的想帮的是盲允城 那我刚讲的 有路不是没有路啊 叫司法院赶快省 省完了 有罪无罪 他们都可以放 无罪就放了嘛 有罪 你们讲甘利省无罪啊 那为什么不更话 为什么不定念 现在过去 在朝委协商 一百年的时候朝委协商 没有把国务局会放进来 就是因为 审判中的案子 不能够甘利司法 现在这个案子也是审判中 也是审判中 不应该甘利司法 针对性的立法 是全世界 最糟糕的立法 这跟独裁国家 没什么不一样 直接就说 无罪的开示的 蔡英文总统要做事情 可以做事情太多了 我再强调一遍 开大门走道路 让司法院 赶快判 有罪 无罪 马洋成 林德逊 陈政卫 都可以出来 阿扁还有很多其他案子 我们了解 所以 拜托各位 今天当然 老假 各位学者专家 老实讲我欲心不忍 今天立法院的事情 不过再来 针对性的个案 个案性的立法 是最糟糕的立法 独裁式的立法 我们绝对奋力反对到底 谢谢 谢谢大司法委员 我想重申一下本行 之所以排审 是为了制度公平化 我可以接受外界的一个检验 那导致呢 因为个人而反对修法的 我是一直在想 是一直强调 把任何一个修法案件 一直把阿扁化 是令人遗憾的地方 接下来 我们请黄定颖黄律师 主席 各位委员余会先进媒体朋友 今天谈 会计法99条之一 的修正 它其实不是蓝绿问题 它是法律问题 我们在法律上面要谈的体系正义 其实是研制于平等原则 我们知道在92年开始 这个中央政府预算科目 把总统的特别费 就是它的当时是机密费跟特别费合并 那总统 这段期间以来总统 所有的行政机关首长 只有总统没有特别费 那我们知道 快计法99条之一 在过去的修法过程里面 把首长的特别费 用认为说行者不法 免除他的行者 那当然一方面 这部分的立法 当时对 首长特别费用 会计法的方式去 让他不追究行者 这也是特别的奇怪的一件事情 我必须讲当时的修法是这样 但是既然修法 已经对于首长的特别费 不追究他的行者 那对于同样类似 同样有这个性质的 这个总统的 国务集要费 他就必须是等责等职 不等责不等职 我们作为民主法治国家 对于相同的这样的情况 就必须有相同的对待 所以所谓的体系正义 晚近的大法官解释 包括667 781 782 783 号解释 都把他明确的讲出来说 体系正义 而体系正义 当时在最早期 是翁月生大法官在 455号的协同意见书 特别提出来 体系正义的概念是什么 其实他过去 我们常常在讲说 民主国家 法治国家不能够制议 那当然拘束行政机关 也拘束立法者 立法者不能制议说 我今天要给特别费 首长的不用追究责任 总统的我要追究责任 不能做这样的一个制议 所以在体系正义的概念 翁月生大法官的协同意见书 特别讲到说 关于平等原则的违反 要以一方的地位 叫他方有利的 结果存在为前提 也就是说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别待遇 而不论立法者 要让一方受益 是有意排除另外一方 或者是单纯肉位规范 只要在规范上 出现差别待遇的结果 而无合理之理由 以支持的时候 他就构成 宪法平等原则的违反 所以在这边 这一个概念 体系正义的概念 是有助于立法者 来限说当时所谓 不管是立法者的理智决定 事务本质 禁止制议 他把它具体化 叫做体系正义 相类似的情况 要有相类似的处理 我必须强调是说 会计法99条之一 当时的这样的修法 在会计法去免除刑事责任 本身就是一个值得讨论的议题 但是既然都已经通过这样的修法 对首长的特别费免除其 追究他的刑事责任的时候 就必须对相同事务本质 也就是说52年起 预算科目总统的机密费跟特别费 他已经合并在做处理 总统当时没有 后来之后就没有特别费 那他的国务基要费 本身具有特别费性质的时候 等者等之 不等者不等之 这是必须 就体系正义上面 来做相对应的处理 第二个 除了前面讲的体系正义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在于 避免再伤害司法的社会信任 为什么 我们以国务基要费 在目前 一省二省三省更一省 四个省级 来看他怎么做定性 我们抽除 抽掉那个个案的关系人 就是跟他被告不谈 我们只看这个国务基要费 在法院的定性 他怎么去做 当时在一省 乃至于检察官起诉 光是特别费 要领据领条的部分 他当时起诉跟一省的判决都说 我们简称叫做机密费 那在 他如果说是需要单据的部分 他们简称叫非机密费 到高院的时候 高院98年主上重数字 第60号 刑事判决 他都讲说 你过去在起诉跟一省的判决 所简称的这样的概念 有误哦 他说 需要领据领条的部分 虽然在起诉书跟原判决 都把它简称成机密费 但是呢 中央政府各级机关用途分类 及执行标准表 已经定义 机密费为因应国防外交业务的需要 必须保守秘密的费用 既然是法定的费用 那我们就不要再叫做机密费了 我们就把它改称 领据领条 那对于单据报销的部分 他在原省 也就是说一省 法院跟起诉 他说叫做非机密费 但是他说 这个用试还是容易混淆 所以我们把它简称为单据报李 这个概念呢 到最高法院又改变了 改变什么 最高法院跟你说 这个虽然 高院的判断 这个简称的问题 他认为还是回到 这个一省用机密费的名称 然后再区分为另外一个 叫做非机密费 但是最高法院又特别讲了 他说但是呢 这个费用呢 对于总统的 这个国务交费 还是要考量 拓展外交跟维护我国社会地位 国际社会地位 而有 能要保有足够的弹性运用的必要 最高法院有这样的看法 但是你可以知道 光是一省二省三省 对于国务基要费 要怎么简称 它的性质是什么 已经是见解其异 到了跟一省 目前刚刚特别先进提到 跟一省的判决 他就干脆不要用这样的一个简称了 他就说 国务基要计划费用之性质 他就不再用这样的一个 这个容易让人家错误理解的 混淆的用词 他说 因此 在跟一省认为说 总统要保留国务基要费的计划费用 以作为弹性使用 当然这就是刚才后面 有先进提到这是无罪判决 一个案件同样类似的情况 在一省可以判无期徒刑 到后来判无罪 这对人民是什么样的感受 不论是无罪或无期徒刑 都会被作为一个解读 所以如果说要维护司法的信任度来讲 既然前面的首长的特别费 都已经做了不追究其行者 相同事物本质相同性质的国务基要费 也应该做相同的处理 一来可以体现体系正义 刚刚特别提到 这个是大法官对于 不管是国家的行政机关 或者是立法机关 对于相同事物 有没有做相同的处理 这个平等原则的一个检验之外 对于我们现在的司法信任度而言 也可以避免它再次一个见解严重奇异 光是一二三省都完全不一样的情况 以上报告 谢谢 谢谢王定宇王律师的发言 接着我们请王国英王律师 王会计师 请 主席 立委 各位先进 大家好 在这边有很多我的前辈 所以我在这边来表达我自己个人 还有事务所的一些 针对这个修法的一些前见 我仔细看了一下这个 国务基要费事件跟特别事件 我个人感觉这个事件的 有关于这个 会计法99条之一的修正案 我觉得似乎政治性 是远高于这个 会计的专业性 那我针对这些 这四题我概略的 大家表达我专业的一些意见 第一个 有关于这些报销的程序 不管是基要费 特别费这些报销程序跟定义 似乎好像应该在会计制度上 有更多的一些改善 让它比较明确的 有一个报销的方法 这个会计制度上 就算目前还没有修法 可是如果今天 刚刚前面有很多的先进提到 这个国务基要费的报销程序 就算它有瑕疵 我们可能也要真正的去探讨 它的用途 是不是使用在国务的相关事项 如果答案是肯定的 我们就会支持 涉及国务基要费的案件的当事人 在司法程序上 你可以争取自己的清白 所以 其实 如果 这个是 个案的事件的话 其实 以我专业的立场 我不觉得 这是可以因此而提出 一个普遍适用性的修法提案 再来就是我们法令的修改 也不应该塑及既往 好 那以上是我 专业的一些个人的一个看法 那在此也更提出来 目前我们还有很多 跟我们人民生活攸关的法案 好像比这个法案更急迫的修法 所以也请各位先进主席 来考虑 好 以上报告 谢谢 谢谢王快技师的发言 请接着我们请 远见律师事务所律师 李胜生 李律师 主席 在座各位学者专家 各位先进 那 大家好 我想我们今天来这里 办这个光天会 不是要为某一个人去辩护 也不是要争辩 到底法律上采取的见解 哪一个才是正确的 我们来这边 其实最大一个目的 是要还历史一个真相 还不应该做不公平对待的人一个公道 我想 国务集合会在 民国九十五年 十一月三号第一次 经检发生起诉的时候 其实只有用 卫照文书起诉 当时被起诉的只有四个人 一个吴淑貞 马永成 林德逊 跟陈振慧 后来在第二次起诉的时候 就是阿伯总统卸任的 97年12月12号 当时的特征组 才用卫照文书之外 以 贪污自罪条例来起诉 你现在 已经十几年了 不管在法庭上的工坊如何 但是我希望大家从几个观点 可以来冷静理性来思考 为什么我们今天必须要去探讨 到底九十九条之一 要不要加入 国务集合计划经会的修订 首先我想 刚很多学者专家 也有提到所谓历史的言格 其实 在诉讼的过程里面 我相信有很多学者专家 发表很多看法 那么主管机关 主记处 或者是 总统府的 这个 相关人员 也做了很多的陈述 刚刚我听到 赖斯帕委员 讲说 李登辉总统讲 陈水扁总统怎么把 国务集合会这样用 就我所了解 李登辉总统是这样讲 他说 他认为国务集合会就是一个津贴 他说 我不知道法律依据是何在 但是 从我接任总统以来 他们就是这样用 我觉得 他 类似 所长特别费 这个在笔录上都有 所以 我希望大家在争论的过程里面 要就事实来论事实 而不要因为个人 有哪些 不同的想法 不同的意见 把事实给扭曲掉 我现在从三个部分 我希望能够还原 国务集合会 为什么在这一次 我们必须要去思考 要纳入 99条之一的修法 首先大家先去想一想 是先有国务集合会 的编列 预算的编列 还是先有 首长特别费 首长特别费是 访 国务集合会 他的动机是什么 其实也是访 总统的 国务集合会 是因为很多的 五院的院长 部会的所长 副所长 后来才推到 所谓的地方的 行政所长 换句话说 是 所长特别费 去访 总统的 国务集合会 才成立所谓的 特别费 结果今天 发生问题了 反而大家在讲 总统的 国务集合会 能不能像 首长的特别费 这样来处理 好像都反了 为什么会这样 是因为大家 不愿意去 面对历史 过程的 真正的轨迹 是如何 如果用这样的话 其实大家怎么讨论 都讨论不出来 历史的原貌 所以我希望 大家 认真去看 这个过程里面 有很多文献 我在这里 特别挤一下 这个行政院主计处 是国务集要 有权解释机关 换句话说 在整个过程 有权 有任何分争 是只有主计处 才有权去解释 主计处在民国 98年2月16日 因为台北地方法院 要他检掉 检查 检掉 就是检送 他们当初 因为国务集要会 跟特别会 发生争议的时候 他们有做了一份 非常详尽的报告 这个叫做 国务集要会 及特别会 制度的原格跟改建报告 这是在他民国 95年11月29 他们就提出来了 分两个部分 一个部分是国务集要会 第二个部分 叫做所长特别会 我跟各位 简单的讲 这个里面 他就讲长久以来 冠例都将国务集要会 四统特别会处理 其实这一计划 不完整 所以大家很多的误解 误解认为说 这个国务集要会 是要去看 特别会 是不是 可以来沿用 事实上来讲 包括 刚刚 来世保委员讲错 国务集要会 是一半领拒 甚至早期是完全 不用单拒 是只有用 总统府秘书长 一张 叫做总领拒 就把所有钱领出来 后面 也不需要 检查 检送任何的单拒 所以 说国务集要会 要全部检拒 我想 他可能真的误解蛮深的 所以我不认为说 大家在讨论这个事情的时候 是因为你不了解 或是你误解 或你刻意的想要去扭曲 都不好 我希望 我希望 回到 事实的原貌 还历史一个真相 其實 這些都是公款 所以有一定的程序 既然有一定的程序 就有一定的监督机制 相关的人员都不是主管这个机制的 所以我相信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有很多人 是因为 历史上的因素 才造成他们 受到不公平的 这些待遇 所以我认为 这个不是 为某一个特定人生修法 而是对一个制度 的缺失 怎样这是做弥补 以上给各位做参考 谢谢 谢谢李盛森李律师 接着我们请洪范法律事务所律师 洪伟胜洪律师 主席 主席 各位委员 还有在座的各位机关代表 还有各位的专家学者 大家好 那我想我的发言 会顺着这个 今天的提纲来做说明 其实第一点提纲跟第二点 其实是很接近 都在厘清 关于 国务基要费跟 特別费之间的性质 还有它的程序的问题 那这一部分 其实 不管从刚才几位先进 已经提到的 由主继处的 98年的 国务基要费 特别费的 严格改进报告 或者是总统府 審计部过去曾经 在内部罕见 或者是外部的 这个相关承办人员的 说明当中 也如同刚才几位先进 已经提到的 其实国务基要费 从严格上来看 是最早的首长特别费 那其后经过演变之后 虽然有 曾经用机密费 基要费的形式 来做这个编列等等的 或者是说做科目的安排 但是从头没有改变过 它具有特别费的性质 只是在于 差别只是在于说 有没有兼有 其他科目费用的性质而已 那如果说 从总统的这个 宪政上面的高度跟特权 来看待这件事情的话 就像几位前景期之前提到的 国务基要费 除了具有首长特别费的性质之外 在看待上 也应该要尊重 关于总统 宪法上职权的行使 而在这个部分 现行的做法 事实上是将国务基要费 做更严格的看待 而非更宽松的看待 这件事情其实忽略了 关于国务基要费 跟总统职权行使之间的 紧密相关 那因此即便认为说 国务基要费 不完全等同于特别费 在看待上 就这个 如果说 从历史的言格 跟相关机关的说明来讲 它应该所受到的规范 也不应该是 这个更严格 那这个部分 因为几位先进提的 比较多 所以我想要进入的是 第二个跟第三个 第三个 我们的提杠第三个 或第四个 就是说 在关于这个 所谓因公支出 是不是 就没有贪污的问题 我想这个题目本身 其实已经回答了 就是说 贪污本身必须要是 利用公款 具为己有 具为私用 才会有这样子的情况 那第一个就是说 刚才几位先进也有提到 关于特别费 或者是国务基要的费 的基用 在性质上 不管是 可能认定为是 实质补贴 或者是 过去的行政惯例 到底有没有必要 要求支用人 具体的每一项的证明说 是不是有公用这件事情 本身就已经有 争议 那即便如此的话 即便说 我们认为需要证明的话 当然在 能够证明 这个 领取国务基要费之后 是作为公用支出的话 那 因为欠缺主观上面的贪污的犯益 跟客观上面贪污的犯行 那自然是 不构成犯罪 只是我在这边 要特别强调一点的是 目前 针对国务基要费 有一个 为什么会产生争议 其实有一个很大的部分 是在于 所谓的专账专户的问题 那部分的司法实务 认为说 它跟特别费不一样 是因为我只看这个专账专户 是不是 对外公用支出来 认定有没有贪污的问题 那这件事情 会陷入一个 可能的争议 就是说 如果说我们只看 我举一个 比较白话的例子 如果今天 我拿了这个会议的 这个公费 那放到我的右口袋 那我只看我的右口袋 是不是因公把它拿出去 而不看到说 我实际上 在做公务花费的时候 是从我的左口袋 把钱拿出去的 那这个事情 确实会 在一般的社会通练上 因此就直接认为说 因为从这个专户 看不出它 因为是公用使用 所以它 必然的是贪污 在社会的通练上 我想是 比较难接受 那这也是 为什么目前 国务交费 事实上会 仍然陷在司法正义当中的 我认为是一个 蛮重要的原因 那最后我想要回答 就是说 关于这个本次修法 有没有个案修法 或者是体系正义的问题 我想现在处理的 事实上 不是在九十几年间 发生的 这个国务交费的 争议问题 现在要解决的 其实是一百年的时候 为什么这九十九条 之一的修法 最后只剩下 特別费这件事情 那如果说 我们回到军院 贵院这个一百年第三 一百年的第三四期的院会记录 去查看当时一百年的 这个修法背景的话 当时的党团的提案 事实上除了特别费之外 也包含国务基要费 跟其他的费用 经过审查会之后 审查会的这个意见 在理由上仍然表明是 针对总统府的国务基要费 各级机关的首长特别费等等等等 考量现行法律规定均有不足 造成上至总统下至村里长 都是延续前任案例办理 产生捷报宽言不一的现象评人 简单讲就是说 即便经过审查会 把特别 最后条文留下特别费的状况之下 在理由上仍然认为 国务基要费 应该也是有相同情况的处理 可见最终的情况是 因为政治上面的考虑 而把这个部分拿掉 那就如同刚才几位先进所提到的 大法官在解释上 不管是477号624号解释 等等或者是刚才这个 皇帝领律师所提到 体系争议的相关解释都有提到 在立法上固然有所谓的 形成自由或者是裁量 但是如果针对差别在于欠缺正当事由 而故意在个案上面采取 特定的排除式的立法 确实会有可能有这个 违反平等原则的 或者是体系争议的相关正义 那我也注意到说 有部分的先进提到说 这个问题 不应该以修法 会计法的方式来解决 而应该用赦免的方式来解决 我想这个考虑 其实第一点 就是说 大概大家都会有一个共识 这个问题 其实最不适合处理的就是司法 因为 这个大家如果认知到 这个本质是政治性的问题的话 由交给司法来解决 本身就是 某种程度的限司法与不义 那尤其是在本案 其实涉及到 中间有相当多的 譬如说 在伪证或者是 调换司法 调换法官的这些 争议的情况之下 我相信本案 不管最后司法判决 是有罪或者是重刑 都无法 无助于社会 在这个问题上面的厘清 那在宪政争议上面 交给政治部门来解决 可以选择的 当然是总统 或者是立法院 那基于涉免作为 是总统的这个最后的 或者是说救济 现行制度之缺的最后的手段 那尤其我刚才提到 这个问题 其实是一百年修法所 这个遗漏下来 所留下来的争议 那在选择上 自然在建议上 会交由立法院 优先来讨论处理 那让这个问题 让政治来解决 而不是最后让司法官 个别的司法官 必须要去第一线的 面对这样子的冲突 我想以上是我的报告 谢谢 谢谢洪伟胜律师的发言 接着呢 我们请政治大学经济学系教授 林祖嘉林教授发言 主席各位委员 各位前面先进 今天很高兴能够来参加 这个会计法第99条的 条文雄正案的公听会 那我针对 几个讨论题材 我来提出一些我个人的看法 第一个关于国务交费的严格 跟首长特别费的比较 我想大家 刚才提出了很多 我在这边 针对另外一点 我提出来供大家参考 根据这个财政部在民国66年的台财税 第3532号 涵里面讲到说 各机关首长在核定 经费预算内 一般行政总务及管理 特别及机密费向领据爆裂的部分 是因为因工支出 因依规定检据 凭证或首长领据 和非属个人所得 因免纳所得税 所以我们知道 这个特别费的领据 猎豹的部分 是限于公务使用 所以被税法 视为非个人所得 所以免税 那现在如果我们说 用从宽解释 把它当成首长的性质补贴 那么马上会碰到 是不是要课证综合所得税的问题 那另外在特资费的方面 根据财政部76年 台财税制第76118 7694号的函 主管职务加级 因准继续适用所得税法 第四条第五款 前向特资费的规定 免纳所得税 也就是说 虽然特资费跟特别费 在现行归体下 都是免纳所得税 看起来一样 但是我们知道 特资费是主管加级 那特别费是因公务支出的业务费 所以两个都免税 但是他们的意义跟理由 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你不能说 因为他们都免税 所以你把它看成一样 我觉得这个 这个其实在意义上 是不一样的 这是第一个 我要提的补充 第二个就是关于 国务金融费跟首长特别费的申请 合销程序跟方法有什么不同 刚才大家讨论很多 那我在这边再提出我的看法 这个特别费的报支的部分 根据行政院的规定 那么其报支 仍以 检据原始评证 列报为原则 唐有一部分 费用 确实无法取得原始评证者 得一 首长 副首长 领据报列 但最高以特别费 半数为限 也就是说 特别费是需要一半的检据报销 至少 那么 大概 跟国务金融费最大的不同是 呃 国务金融费并没有所谓可以比照特资费 半数归零 而是必须要全数归零 这个我们根据 总统府秘书长民国86年3月 至审计部函里面讲到 基于 基要费用性质特殊 向利益领据捷报 凭证由本府自行保管 令设专账专战专户管理 然后总统府秘书长于 92年3月6月合定 总统府国务基要经费支用程序 作为规定的第四点里面规定 总统府国务基要费由会计处令设专账 其原始凭证 依会计法等相关法令 由专人保管 涉及机密费的部分 由总统府秘书士派专人比照办理 所以从上面这些规定可以看得到 国务基要费是必须具备完整的单据 没有例外 所以这两个其实是不一样的 特别费至少要一半减据 那国务费是需要全部减据 所以他们在性质上当然是有差别的 至于最后讲到说 现行会计法99-1条的纳入国务基要费是否是个案修法还是寻求法制的平等 我想这个法制平等当然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可是我们刚刚讲过 国务基要费跟这个特别费 其实就是中间有一些差距 那国务基要费的来由可以追溯到民国40年50年的时候 分为基要费跟特别费 然后把它合并成国务基要费 那但是我们知道这里面规定的支出的部分 是供国家元首依据宪法 规定行使职权必要的支出 包含经济建设的房市 军事的房市 基要等等 那所以这里面其实我们这样子看到 就是说如果它是分成三部分 如果是机密的部分 就机密费的部分 是不需要减据报销的 如果特别费的部分 就是一半减据报销 如果是基要费的话 就是全部减据报销 所以这三个费用其实都不太一样 所以在处理上 当然应该要有一些差别性的处理 所以我觉得现在如果把它放进去修正 当作一视同仁 我觉得这中间其实是有很大的讨论的空间 那最后一个 最后一部分我还是要再说明一下 我自己其实不是念法律的 我对这个东西到底法律性质怎么样 其实我不是那么清楚 但是我一个很自觉的想法就是 虽然我们讲说我们在寻求法制上的平等 但是我们知道 这个法制修法的最终的结果 是针对一个人 那意思就是 这显然是一个个然性的立法 不管你追求的程序怎么样 但它最终影响到的是只有一个人 因为你针对的是民国95年12月30以前 办理国务基要费等相关人士 在民国95年以前 民选的总统只有两位 有一位走了现在只有一位 所以最终这个法律影响到结果 只有一个人而已 所以它不具有普遍的适用性 所以我个人觉得 这种正义性真的很大 我觉得要修改的时候 其实真的要考虑 我还是觉得 如果真的有需要的话 那我们现在就进行特色 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我觉得这是一个 我同意大家讲的 这是一个比较偏向政治的问题 用政治的方式来解决 应该会比较合适 以上是我的看法 谢谢大家 谢谢林竹佳林教授 紧接着我们请台北大学财政学习民意教授 黄世新黄教授 那个意思人员 那个有power point 麻烦一下 好 稍等 有人在操作 黄教授 请稍候 好 谢谢 谢谢 我先说明一下 我发了另外有一个资本 刚才有 还有附带另一个资料 那意思人员印给大家 请大家参佐 资本 那我现在特别强调 因为这是一个高度 按一下那个 我按了 麦克风 来 即使 请 我先说明一下 因为 这个是一个 高度政治性的问题 问题 那 我今天是一个学者的 这个立场 但是学者的 立场 我们知道在台湾的学者的立场 已经 不被 不被信任 就是学者的立场 真的一倍 不被信任 所以今天我到底是要 赞成 反对 就是后面那个东西 坦白讲 我没有定见 但是我只提醒大家 我这篇文章是2010年写的 也就是不是针对 为了今天的这个什么 公听会写的 所以 就立场上来讲的话 我想没有特别要为今天的这个 这个 的议题 那么 有这个 提出这个 让大家赞成我反对的这个 这个理由 那 第二个就是说 我这篇的表达是什么 从特别 是谈特别 主要谈特别会 而且当时已经谈什么 是特别会的大社 那大家注意啊 特别会的大社 当时正议就是 马前市长 其实当时正议的时候 主要是马前市长 然后才引出一 truck的那个什么 地方的首长出来 才有这个问题 那也就是说 呃 当时 其实我认为 特别会的问题要不要大社 基本上 我的主张 是认为应该 应该 应该要大社 不是因为他是马前市长 那如果说大家真的要讨论的话 其实马前市长对特别会的应用 坦白讲问题更大 为什么 他半数剥露薪资啊 其实这一部分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那 我现在从学者立场来谈 特别会跟国际药会到底怎么样 因为刚刚才谈了很多啦 其实这里面签着三个法 我 我这里面基本上都是从法的立场来看 呃 第一个 议算法 就是说 国务计划会跟特别会 的性质 其实在议算法里面已经有规定了 所以不用吵 不用吵 第二个 怎么支出 要不要单计 核销 啊 会计法有规定 你从台湾 也不要吵 啊 那 是不是以凝聚 就是说他的出纳 那是国库法 所以要争论这些问题的时候 你从里面三个法 下面的论述都是什么 从法里面去讲 那 至于实务上怎么做 那当然是另外一个 一个问题 所以 所以我要谈的就是说 这些法的规定本来就很明确 那为什么实务部执行的 那么 会有一些 那么大的好像出入呢 所以我这里面 对不起啊 今天我知道有那个主基础 跟審计部 我说要坚论 会计審计人员之行政责任 这个大家一直没有考虑到 就法律明明在规定 如果不行的话 你为什么当时 你会计審计人员 你没有提出来 对不对 那大家这个 那不是你责任吗 当然不是真的要追究 但我要讲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 这个东西其实如果 真的说到后面 坦白讲啦 政治问题 政治问题但是有什么 是一个转型正义的问题 我必须要讲啦 就说我们整个民族化过程当中 其实 发生了一个问题 好 再来 呃 大纲 好 好 好 这里 第一个特别会 不是薪资 不是偏向津贴 不是实质补贴 因为这个当时在马英九的时候 大家讨论过嘛 因为他一半播入到什么 那个邮寄的什么 薪资账户嘛 所以当时有这个争论 那这个东西基本上 从例子来看 你看 各机关 学校 首长 副首长等人 因公务 公务 所需 并经核定有关是特别会薯资 然后 依算法里面 就是它的科目有没有 是依算法 97条 97条 有属计数据定 所以 所以这里面就是特别会性质 从这之后可以看出来 那这个东西 刚刚有先进谈到特资会 过去在谈特别会政论的时候 大家刚特别会跟特资会 两个混在一起 特资会是什么 特资会是薪资的一部分 是什么 主管加级 现在没有特资会 你看这张表 这张表 就是当时有 你看 主管 主管职务加级 原主管特资会 就是说 当时政论的时候呢 很多学者将特资会跟特别会 没搞清楚 特资会是薪资的一部分 特别会不是 好 那 国务计会是不是特别会呢 这里面 你就看 那个主技术的科目嘛 科目里面有定义嘛 对不对 第一个里面 国务的话是一个正式别 正式别 就是一般我们讲 有点是功能别 等等 然后呢 基押会 基密会 特别会是属于什么 A会 私下的二级科目 三个是病类 基押会 基密会 特别会 三个是病类 那所以呢 定义 国务之初 反总统一级宪法 就是属于国务之初 但是 但是正式别 基押会 反各机关应用执行支柜 并合定委员是基押属职 基密会 反国务外交 有没有 国务外交有关 这边当然是总统 兼什么 三亲统帅 有没有 都要代表国家 当然 他应该 有权来 来 不 他的经会里面 应该会有 报关的问题 好 因为 因为时间关系 我就很快 对不起 那这里面 那这里面 跟特别会 有差别是什么 你知道吗 特别会是机关所长 但是大家注意看啊 这是什么 各机关 基押会呢 是各机关 但是这里面就牵上一个 宪政上的问题 为什么 总统啊 其实既是机关 又是什么 又是所长 所以他没有写说 机关所长 就是说 总统的机关 基本上 他是因为 基押会 其实他是 总统 行使职权 有没有 所以解决说 他是 以总统府 应该 以总统这个首长的身份 执行职务的 所以基本上 他跟特别会 性质基本上是 一样的 这个就是说 我们从这里来看 再来 不能快年度 不得进步 首长津贴 就当时马英九的情况 就是这个问题 然后呢 好 再来一个说执行的部分 要不要原始凭证 都会原始凭证 哦 简单一句话 就是什么 大家讲一半 一半不要理解 就是这个文 大家注意看 大家误解这个文 但其数额最高 以特别会是半数 基本前提是什么 实际之用时 你没办法领到 得到 也就是说你都要单据 但是你没办法 没有拿到单据的时候呢 他可以什么 以其他 大家看 因为我们的这个什么 我们的那个 会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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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对单据的 单据的认定 原始凭证的认定 有没有 比较宽松 对不对 比较宽松 你看这会计法里面的问题 原始凭证有没有 第十五有没有 其他可知证明 第三款 第三条各款 事项化是经过 是单据的 其他输列 对不对 所以 这也算是原始凭证 所以不是说 特别会 一半不需要单据 不是都要单据 只是单据的认定 有没有 你没办法拿到的时候 他可以不同处理 因为时间关系 对不起 都关键的时间 谢谢黄教授的发言 接着我们紧接着 请尤敏杰尤律师 尤律师 尤律师请 尤律师好像也有 有一个PPT 谢谢 PPT 把它调整一下 我们再进行 我是职业律师 那 兼职这个法案超级的工作很久了 所以 请容我从法案超级的角度来讨论一下 这个议题从2006年到现在已经15年了 那经过学者专家多年的研究提出意见 甚至于高普特考 研究所考试都纷纷列入考题 这个 萤幕上是找得到的各种文章 甚至于去年还有列入研究所的考题 那今天我们再看到立法院这边给我的提纲 还是这些问题 我们就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说 这件事情 显然还没有定论 还没有一个结论 那我们回头看一下100年征定 这个会计法99条之一 他说 95年12月31日之前 以前 各机关支 使用支特别费 其报支 金办 合销 支用 其他相关人员 支财政责任 财务责任 其实当初在提案的时候 其实是有 基要费这三个字 那它是 它是违反个案性立法禁止原则吗 有没有违反搜集既往禁止原则 其实这个 不是不行 尤其是 等一下 这个萤幕 尤其是 这个处理特定历史事件 或是转型正义问题的时候 违反这两个原则是必然的 是一定会的 那 我们再接着看 当时修订的立法理由 直接讲说 这个 特别费历经数十年的报支 及核销等程序 已经形成 行程惯例 因此 对该等人员 按照行政惯例之行为 应该给予善意的信赖保护 其实对这个行政惯例 形成的这个说法 其实还有学者有意见 但是 这个是 立法者 名文采的行政惯例 很少数 在立法理由里面讲说 这是行政惯例 那 从那个 109年 这个提案是109年提的 99条之一的草案来看 其实只有多了三个字 就是把基奥费三个字加回去而已 那 它的理由说明 就是 第一点 它是说这个四五十年代以来 都是合并称为国务基奥费 显见性质 显见相同 那 那 其实啊 上一次修法 个案性的成分 更高的个案性立法 但我没有说不可以 那 从这些立法理由观察 它的 历史背景 严格 虽然说这个 基奥费跟特别费的历史严格是相近的 那也具有高度的政治性 当然也都伤害这些人民对政治人物的信赖 那 目前也都回归了会计 省计的相关法制办理 不会发生问题 那 但是这个基奥费跟特别费的性质 其实并没有那么显见相同 否则我们不会在这边讨论这么久 还写那么多文章 还要召开公听会来讨论 所以 109年会计法第99条之一 草案说明的第一点 它说显然相同 这个是不具说服力的 说明第二点呢 则是按照这个 抄了特别费的那个条文 除罪化理由 不是针对基奥费的说明 那 特别我们再回到法律性质来观察 特别费的法律性质有很多说法 《时报时效说》 《时字补贴说》 《盖用说》 这个该算说 各种说法 但是 其实我们这个条文的立法理由 在100年增定的时候 就采了 就行政惯例 就认为说 这是应该是要给予 善意的信赖保护的 那 国务基奥费的法律性质呢 当然实际上也很多说 现在学者也很多说 有特别费基奥费综合说 然后还有 特别费说 基奥费及特别费说 当然 当时审计部 还有一个基奥费说 那即使采用前两说 国务基奥费 含有特别费的性质在内 那也不能直接推认说 国务基奥费的计划费用 就具有特别费的性质 就一定要相同的处理 这是立法者可以选择的 那当然也不是说性质不一样 就一定不能除罪化 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 除罪化的理由是什么 那我们回到司法的角度来看 从最高法院的发回理由 101年台上3895号的刑事判决 他讲得很清楚啊 说这个是法规法规范上面的 优惠性差别待遇 属于立法政策的形成自由 尤其是他有把当时的那个立法历程 要回来 就是有重新说明一次 然后当时是刻意 刻意特别在100年的时候 把那三个字删掉 那这个差别待遇 刚刚那个 几位先进有说 这个是有问题的差别待遇 但其实还没有被宣告违宪啊 他还是有效的 那这个是属于立法裁量权的范围啊 这个宪法上权力分立的原则 审判机关讲得很清楚啊 他没有权力去扩张使用 那我们回到这个 关于提纲的讨论啊 那第一个 其实国务基奥费跟首长特别费 就算是历史背景啊 嚴格相同 那就一定要除罪化嘛 再来就是说 特别费跟那个 基奥费啊 就算他的申领程序 和销程序啊 有一些相似 那但是跟除罪化 就一定有必然的关系吗 这是我觉得奇怪的地方 那如果认为啊 因工支出大于收入啊 是否应该构成贪污 这不是立法职权认定的范围 今天我在那边认定这个问题 我觉得很奇怪 那再来 从草案的说明来看的话 现在的会计法 纳入国务基奥费啊 它就是个案性立法 但是特别费也是啊 那目前也没有被宣告违宪啊 那再来 姑且不论说 我们现在看到的新闻在报 说面对历史说 还是转型正义说 这有没有道理 我们势必都会牺牲掉 特定案件的个案正义啊 那修法之后 甚至于不用讨论 这到底是不是公款公用 不需要讨论啊 那立法者究竟为了保护什么对象 价值或利益 才需要牺牲这些个案的个案正义 那这些特别个案的个案正义 究竟值不值得被我们牺牲掉 这才是我们需要讨论的问题 那不能说 过去的不法 过去的修法 就已经这样修了 那我就希望 你既然不处罚他 也不要处罚我 这个我们所谓的不法平等啊 或者是将错就错 这不能接受的 我们反正更应该需要知道的是 现在的立法理由到底是什么 我们需要 期待立论依据 就是在说明里面 可以帮我们说明一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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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敏捷律师的发言 在待会我们马秀如马教授发言后呢 我们休息五分钟 接着我们请政治大学会计学系教授 马秀如马教授发言 谢谢主席 我很高兴今天有机会站在这边 我是在第四届监委任内调查国务基要费案的委员 OK OK 那我今天来报告一下我的看法 OK 我有提供书面意见 第一个要提到的是 国务基要费的金额 OK 跟首长特别费的金额 那我有提供我们调查报告里面的资讯 国务基要费的金额呢 OK 我们简单的说可以是一年4800万 它当然会变化 OK 一个月呢是400万 然后首长特别费的金额呢 如果是这个是这个 这个部长级的话一个月是5万3 OK 所以从金额来看 这个严重程度呢是差异甚大 那不管它的绝对数或者是拿 这个国务基要费跟薪水的比较 OK 首长特别费跟薪水的比较 这个相对的比例来看呢 OK 也是非常的大 OK 那就是它们两个在金额上看 就没有这样子相提并论的这种余地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讲到它的性质 OK 它的性质呢其实是非常不一样的 OK 从我提供的另外一个资料里头可以看到 这也是当初在调查的时候去收集来的 从民国87年开始 行政院呢就容许 就说我们在业务费下头呢去设二级科目 然后这个二级科目 OK 那到了90年的时候有三个 这三个呢有特别费 意思是什么呢 意思是什么呢 基要费 他没有选机密费哦 基要费的全名的意思是 机关业务需要 基是机关 要呢是业务需要 所以他一点都不机密 OK 因为他不机密 所以他的报销方式是 百分之百的要提供单据 OK 是百分之百的减据报销 然后首长特别费呢 OK 这个是总统府没有选的 那么首长特别费它有特别两个字在里头 就是因为首长的一些工 就是有一些职务 让他很特别 让他譬如说碰到红铁白铁 他不能讲 所以才会容许他用百分之五十的减据报销 另外百分之五十呢 用领据报销 用领据报销不是没有原始凭证 仍然有原始凭证 不过这个原始凭证呢 是预付费用的原始凭证 而不是费用的原始凭证 所以你不知道直接付给谁 OK 所以这种还有机密费 机密费报销的时候呢 也是要原始凭证的 OK 只不过上面的名字可以用代名 OK 那只有一个人可能是国防部的会计长 或者是外交部的会计长 知道那个代名 那么他后面的真人是谁而已 所以这几个不同的报销方式 OK 还有总统府的选择 就告诉我们说他的性质呢 是很不一样的 第三个我特别要谈到的是 我们今天在讨论的是 总统的国务交费 OK 总统是 刚刚我们黄老师也提到 他是三军总帅 对外代表国家 他是国家里头最大最高的那个人 他如果行为有什么不当的话 是不是要从宽处理 还是要从严处理 这个是我们要好好来思考的 我们去要求民间机关要做到 首长呢 民间机关的董事长总经理 要以身作则 好好的去把他的行为表现出来 让他手下的员工可以有所遵循 我们今天如果容许总统 那他可以在报仗的时候 做了一些不好的事情 要去容许他处罪 我们怎么告诉我们的其他人说 欸 首长可以不要以身作则 而且我们还有一个 公务员贪污自罪条例在那里 当一般的小公务员 OK 拿了一点点钱 OK 被贪污自罪条例去 去苛责的时候 贪污自罪条例可以判他很重很重的刑 然后在我们这边 我们可以重宽处理 我觉得这件事情 是我们今天讨论题 刚刚里头讲到的 我们是个案处理呢 还是要追求公平 我看到的是非常不公平 那么至于是不是个案处理 我觉得他也是个案处理 我们今天在讨论的还有 说这个 OK 我们修法的时候呢 如果 OK 我们现在是在讨论100年的修法 而不是在讨论95年以前的行为 那我们再来看看 我们今天修法的条文是怎么规定的 我们修法条文是去追溯既往 去让100年 就是让95年以前的支出可以除罪 我们现在去修一个法追溯过去的不当行为 然后让过去的不当行为可以说 哎呀它没有那么大的影响 那我们怎么要对老百姓说 对国际社会说 我们是要追求 OK 公司治理3.0 我们只去要求民间企业来做公司治理3.0 政府机关可以不做吗 所以我觉得我是坚决的反对 对那么因为 OK 我们现在的修法 而让这一个国家的体面呢 被人家来觉得说 我们从宽对长官 从严对下属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不当的修法 以上发言 谢谢 谢谢马秀如教授 接着我们休息五分钟 谢谢大家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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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